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 快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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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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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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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呀 呀 呀 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快走啊 宫先生快走啊 宫先生快走啊 不行 我怎么能丢下你们 留得起人在 民丹要紧快走啊 再不走 我们这些弟兄们就白死了 快走啊 你是跑不掉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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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 你快一点啊 我看看我看看 不要不要 你就只会嘴上说 不要不要不要 又不是你呗 快 快 快累死我了 快 快呀 跟上 快 太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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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占你便宜了 没有啊 因为我叫阿龙 阿龙阿龙 做是一条龙 你叫阿虎 阿虎阿虎 工作从来不辛苦 哇 不得了啊 嗯 你也学会人家用打油诗来取笑我 没有啊 是秋月教我说的 秋月 哼 我回去了 好好的叫醒叫醒他 哎 千万不要骂他 最多 以后我不说了 嘿嘿嘿 我会是这种人吗 来来来 摆摊摆摆摊 哦 哎 你别说 你那时候的打油诗啊 还挺好听的 把我们俩的性格都说出来了 我也蛮喜欢的 你呀 喜欢秋月才对 嘿 不要乱说 你想得美 你和秋月啊 根本就不合适 嗯 你说得对 我配不上他 你就不一样了 跟他在一起 老能逗他开心 哎 要想让秋月开心啊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货 都卖出去 大师哥现在正需要钱 看病抓药 你看他江湖郎中 一副事快嘴脸 有钱看病 没钱不移 我们只有多赚钱 才能给大师哥 买最好的药看病 所以我们要 加油 努力 不对不对不对 赚钱 赚钱 赚大钱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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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大钱 干活 好 大夫 我哥的病情 到底怎么样了 你哥哥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而且感觉上他还有心病 你要好好劝劝他呀 再说 人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告诉他不要启人忧天 大夫 今天的医药费 傻孩子 你看我是那种 见钱才救 没钱不移的郎中吗 不 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两个师哥 不要成天无所事事 不务正业 做一个有用的人 拿去 给你哥哥抓药吧 不 不要 你就不要客气了 我还有这段能力 但是 这事不要让你哥哥知道 因为他这个人很固执 谢谢大夫 好了 我走了 好好的照顾你哥哥 有什么事再找我 我送你 不用 再见 南来的北网的 打鱼的晒网的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呀 错过不是我的错 先生 来看看我们的货 看看我们的货 小姐 看看我们的货吧 南来的北网的 先生 看看我们的货 怎么样怎么样 全都是好东西啊先生 先生 你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先生 恭喜你 你已经是我们第一百个幸运功课 买东西有优惠 来 来 先生 您真有眼光 这是我爷爷从宫里带出来的 您看看这是乾隆年间的贡品 牛不遗伞 多少钱呢 您看这给 价钱合适 您就拿去 不会是假的吧 绝对是真的 货真价实 您喜欢 算您便宜点 两个大洋 买不买 两个大洋 不买不买 不买不买 最少六个大洋 两个大洋 不买 那就三个大洋 不卖拉倒 等一下 三个就三个 卖了 你怎么那么多话 别嘴 看你兄弟都说了 就三个 不卖我走了 真的很亏本啊 亏本 先生 先生 亏本大甩卖 三个大洋 买给您 这东西如果是假的 我会回来找你算账 童所无欺 如假包换 我相信你 凯子 看车 看车 你真笨 人家明明喜欢这个古董 我们当然要敲它一笔啊 这些都是假货啊 卖多少挣多少啊 漫天开价落地还钱 三岁小孩都懂这个道理 我怕买卖不成 那就糟糕了 我们还需要钱 给大师哥买药呢 算了 从现在开始 所有买卖不证给插嘴 明白吗 那我做什么呀 叫卖啊 叫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来 赔本大甩卖了 大师哥 你 不要不要不要 大婶 你看看 这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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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哥 好点了吗 周大夫走了吗 嗯 妹妹 为了我这个伤 这几个月害苦你了 要你为我撕出张罗 熬汤煎药 哥对不起你啊 哥 你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照顾你是我应该的 不要说什么对不起 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有什么 三长两短的话 别别别别 静说些不吉利的话 你啊一定会康复的 而且还会长命百岁呢 现在国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 长命百岁 有什么用呢 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命都没了 你还能做什么 没错 死我是不怕 死有重于泰山 轻于红帽 我现在是不能死的 哥 为了我 你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好好地活下去 我会好好保重的 快来快来看看 先生看看古董吧 老板 老板 来看看古董啊 不要不要 老板 老板 您看看 老板 我们这儿来了好多珍贵的古董 您挑一个吧 珍贵古董 全吃家伙 给我砸了 等等 你们这哪条道上的 有话好说 连老子都敢骗 还有什么好说呢 动手 大草惊蛇 大草惊蛇 惊蛇 惊蛇 小子 大草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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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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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走眼了 算你活该 快走吧 以后别再来了 滚 走 小心点 这两个臭小子还有点功夫 好汉不吃也见贵 你们走着瞧 我觉得你今天说的那招抛砖引玉 好像有问题啊 不可能 我教你的每一招 都是我在书中悟出来的 那为什么那招还被人踢那么惨啊 跟人打架嘛 你要放得机灵一点 而且懂不懂随机应变啊 你就比如说那招上屋抽踢 你就应该多转两圈嘛 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打得蛮好的啊 错 就单止釜底抽筋这招来说 你就打得不伦不类 你应该用双手硬敌 同时用双脚护住下盘 我觉得 直来直往比较痛快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生存之道 懂了吧 不明白 你要不懂啊 我告诉你怎么打就怎么打 不会下次又被人打了吧 你怀疑我 不是 我只是不明白 你的招数那么好用 为什么每次你都不上啊 我 你要是上了 我也不至于被打那么惨 好啊 你怀疑我 要么我们比划两招 你放心 我们是好兄弟 我是不会把你打伤的 我可不敢 你鬼点子那么多 我怕被你整 知道就好 对了 今天我们挣了点钱 你去给大师哥买药 我去菜市场买点韭菜 晚上我们回家好好吃一顿 好主意 一会儿见啊 晚上见 又是你啊 这次又想看看什么呀 老板 上次那条手链 你卖掉没有 我就要那条手链 那条手链很贵的 你钱带够了吗 拿去 这两块大洋 足够了吧 还差一点 算我吃点亏 手链是你的了 谢谢你 谢谢 好 我 这 kijken 没问题 我 想想 你 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 你们两个今天生意一定很好吧 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们两个春风满面的样子 还用说吗 真聪明 那是哥的药 秋月 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 你买礼物了 别告诉我你也买礼物了 太好了 我有两费礼物收 但是你要猜不出来啊 我还不送你呢 你要我猜啊 是胭脂 不是 衣服 告诉你吧 是珍珠手链 喜欢吗 谢谢阿虎哥 不用 阿龙哥 你的呢 我没有礼物 骗人 阿龙从来不撒谎 肯定是你自作多情 还是阿虎哥对我好 阿虎哥 今天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好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为了保存这份名单 我东躲西藏 这几个月来 风声还是那么近 连路人也断了线 这份名单 怎么才能交到 上级的手里呢 速内容 转转转转转转转 万一 速内容 目前 阿龙 大师哥 这么晚你还不睡啊 想什么呢 我没事 从小到大 你只要一说谎 脸就会红 骗不了我的 大师哥 我只是觉得 自己很没有出息 笨手笨脚的 又不懂人情世故 简直是一无是处 不信阿虎 比我强那么多 你俩都有长处 个性不一样 你的长处是稳重 不贪 实实在在 只要肯努力 认真学习的话 将来 一定会有出息 能出人头地的 我只是想踏踏实实地做人 平平安安地生活 平安是福 但身在乱世 有些事情还是身不由己 好 有些事情 就会有什么 心里面 有些事情 都会有的 在乱世 优优独播剧场—— 严重 转忽 都会强调 有些事情 不仅 让你的 房子 我将会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方便一下 不行了 快去快回啊 知道了 让开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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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关注 就是他 拿家伙来骗我 这个 还动手打人 我说我是胡老大的人 他还嗤之以鼻 还说您所牢记 小兔崽子 我倒要晦晦的 看他是三头六臂 还是七十二变 大爷 新国道了 又是你啊 臭小子 今天有狐天狐关注主之公道 要你好看 还不死心呢 给我上 阿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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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围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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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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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老弟 解气了没有 胡关主真是功夫了得啊 给我砸了他 阿虎都是你啊 叫你不要骗 你就是不肯听我的话 什么都没有了 不幸之中的大幸啊 是人没事 东西嘛 乃身外之物 我们还可以再正 我们以前 不也是一无所有吗 对吧 对 阿虎 我们有手有脚 可以重新再来 我们是打不死的 兄弟同心 吉利断金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 我什么都不怕 我死都不怕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对了 今后再碰到 胡天那个大坏蛋 最好是避之大吉 他们的势力太大 我们斗不过他 对 阿虎 今天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大师哥 大师哥有病在身 我是不会乱说的 摊子让胡天给砸了 所有的东西 都让他给摔坏了 生意没得做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放心吧 天无绝人之路 还说天无绝人之路呢 肚子饿得要命 你平时鬼点子最多了 现在怎么不出声啊 别急嘛 我先看看书 看书说了也蹦不出肉来啊 又想去骗 除非有美人计 你是美人还是我是美人啊 空城计 我们肚子都空着 没计 我给你个建议 我们两个现在最好使空城计 因为我们两个的肚子 都是空空的 有了 金蝉脱鞘 有计 走 干嘛去啊 吃肉啊 我们没有钱啊 不要问 只要信 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来 阿虎 可可 几位 两位 两位楼上请 楼上 走 楼上两位 来啦 来啦 两位请 好 那位吃点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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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都有 那个 那个 都有 爷 您吃不完吧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完啊 去去去去去 去 您等着 菜马上来 不会出事吧 你别管 来了 咱先吃 又是他俩 今天绝不放过他们 小儿 老板 什么事 看见没有 那边两个小子 就是卖甲骨肚骗我们钱的 我去找人帮忙 我们来个关门打口 让他们吃不了兜质草 他们懂不几张三角猫的功夫 你快去 找一些能打的人来 是 老板 回来 让他们吃 吃完再跟他们算组仗 去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叔叔 怎么会这么巧啊 你是 我是 对 叔叔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吃饭啊 不就是在等你吗 等我 对了 叔叔 我还有朋友在 咱们要不先各吃各的 有事等会儿回去再说 好好 好吧 您慢慢吃 慢慢吃啊 我先过去了 好 臭小子 一会儿叫你好看 放心吃 等一下有人给我们结账 你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叔叔啊 不要问 吃快点 多吃点 小心保管那些打包的饭菜 等会儿要是有事情发生 好 你先走 别管我 你的任务就是把饭菜保管好 二爷 一共一块大洋请先付账 饭菜 饭还没吃完呢 哪有先付账的道理啊 七口此理 就你们老板出来 对 你叔叔就是啊 我叔叔 我是啊 他就是老板 叔叔 阿狐 阿狐 叔叔 你 原来是你 久违了 两个骗子 我一眼就认出是他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太迟了吧 别让他们跑了 是 来人哪 走 看你们往哪儿跑 你笑什么 要钱没有 有命 你敢拿吗 我不要你的命 我要让你受活罪 好 今天我就卖给你了 你们可以随便拳打脚踢 直到你们停手为止 如何 喂 你傻了 他们会打死你的 打死也不用你来抵命 条件是 让他带着这桌菜离去 不成 我怎么能看着你挨打呢 想出去 天妈不要错过机会 要是没种 我们就走 好 就依你的 不行 我不答应 先哄他出去 关门 是啊 在门外等我 快 我不走 不走也得走 给我赶出去 把这些菜也让他给我带走 是 是 走走走 走走走走 阿虎走 快快 阿虎 你别看 阿虎 你给我出去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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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你们开门哪 阿虎 你这个小骗子 今天你栽在老子手里 算是老天有眼 我知道 你不打不甘心 不过说话说在前头 只能用拳脚 不能用任何武器 不能打头和脸 好 你看 你们还打不打 走吧走吧 我要弄脏我的地方 把它拉出去 阿虎 好 原来打人也这么疼啊 我说 你又不是什么铜皮铁骨 为什么挨了他们打 一点伤都没有受啊 你很想我受伤是不是啊 看 我是有准备的嘛 说不定姓蔡那小子 赏子比我更重 你连我都敢骗啊 要是没有你精彩的演出啊 他们也不会相信 我也不会全身而退 不过看你很急的样子 真难看 你真够狡猾的 是他们笨而已 我装出疼的样子 让他们打个够 才换来这顿丰盛的大餐 哈哈哈哈 那么 我不就白吃白喝了 你小子别着急啊 下次就轮到你了 哈哈哈 得了得了 走吧 菜都凉了 走 好 好吃 好吃吗 嗯 好吃 你们那些 谷完姜倒怎么没拿回来啊 你们两个怎么不说话呀 来 这鸡腿是你最喜欢吃的 我哥都不吃让给你 我也让给你 我哥也喜欢吃鸡腿 你们忘了大师哥了 哥 我再给你 妹妹 这是人家的心意 你怎么可以计划献佛呢 你怎么可以计划献佛呢 来来来来 吃 吃 吃 我刚才问你们两个的话 还没回答我呢 你们的家当去哪了 生意红火 全卖光了 阿龙 是吧 对啊 是是是 那么你们两个将来打算做 什么买卖呢 大师哥 我们还没有打算 您有什么意见 我不懂做生意 自从我出事之后 很多担子都压在你们身上 我实在 大师哥 我们有情同兄弟 等于一家人一样 大师哥不用客气 大师哥 您今天精神这么好啊 我有些功夫上的问题 我想向您请教 说出来听听吧 这本三十六计啊博大精深 我和阿龙研究过每一计 这每一计啊都是一招功夫 只可惜不能连续运用 一气呵成 大师哥 您过目 好 哥 他们把这本三十六计当做老师 居然也能无视自通 虽然功夫练得不好 你就教一教他们功夫吧 我是不会教他们的 但会给他们点意见 至于如何领悟全看他们的造化 谢谢大师哥 谢谢大师哥 那么你们把所创的三十六计招式 打出来给我看看 顺手牵羊 打草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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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砖以运 探子让胡天给砸了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如果再这样有手好闲下去 瞒不了多久的啊 都是那个胡天给害的 此仇不报 枉为人 我们可不能冲动啊 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我们不能力取 只能制夺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我们去他的赌场 赢他的钱 好啊 不成 十赌九树 十赌九树 只有开赌的人赢 划不来 我们不是去赌 我们只是把我们本钱要回来 他跟鱼虎毛皮 有什么两样啊 不一样 因为我有必胜数 我们在乎 黑猫 黑猫 老虎 人家 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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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接着下 接着下啊 接着下 来 来 来 准备了啊 准备开了开了 开 大 好 两三一个二 还是小 通上 各位 还下着没有 我坐着 你坐着啊 你坐着啊 赌多少 赌十块大洋 十块大洋 怎么样 好 你治 好 运气 运气 我再赌十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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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三个六 我又有棒子 好 好 真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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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两把 对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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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走吧 没事 走吧 没事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看你这骰子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三个六 三个六 什么意思 奏为上策呀 阿飞 赶快通知胡大爷把那小子给我抓回来 是 走 好了 没什么没什么 接着下注 接着下注啊 来来来来 接着下 大奸下 这回我要一下 这里 又来了 怎么样 我这招零吧 还好 让他们追上 我们俩可就没命了 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走 走 走 这回死定了 走 兔崽子 赶到我的场子里榨赌 走 阿虎 看输啊 好好好 走 顺手千阳 千阳 千阳 叫你啊 顺手千阳 阿虎 不灵啊 金蟬脱鞘 走 走 走开 脱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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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我的场子里 楚老千 就是他 老规矩 把楚老千的手给我砍下来 是 阿龙 惨了 大爷 高抬贵手啊 你凭什么要我对他高抬贵手啊 我的命 你敢不敢跟我单打独斗 阿龙 我赢了 你放了我兄弟 我输了 我的命是你的 阿龙 有意思 就跟你玩 只要你能够接我十招 就不当我输 等等 想后悔 给我两天时间 我准备一些事情 好 就给你两天时间 两天之后来我武馆 要是不来 你的兄弟就没命 押大回去 是 走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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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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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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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兄弟俩的感情 真的不错啊 能救我兄弟一命 死而无憾 为了让你心服口服 我特意邀请沙先生 当比武的公证人 请指教 比武开始 阿龙小心啊 阿龙 这小子 一定是龚东卿的圣人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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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十招已到 算了 沙先生 这才是第九招啊 我是公证人 我说了算 放人 放人 阿龙 阿龙 阿虎 快扶我走 好 来 走 走 阿龙 大夫 阿龙要不要紧啊 是啊 他伤得这么重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胡天这小子真够狠的 他的穿心腿 足以踢死几条牛 阿龙是福大命大 要是被踢中要害的话 就是华佗在世 也救不了他呀 我看阿龙再中一招 肯定没命了 幸好 胡天遵守了十招之约 那个宫正人好奇怪 第九招之后 就不让胡天再打下去了 他还替阿龙挡了第十招 这个宫正人长得什么样子 好像是个北方人 叫做沙涛 沙涛 这里不能再住了 我们快走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要多问 立刻就走 等等 要不然到我家去躲一躲 我们不能连累你 亲领了 后会有期 我们走 大夫 谢谢您了 来 祝你们激情高涨 福人天下 走 小心啊 沙涛 照顾阿龙 赶紧先走 哥 他就是沙涛 东东京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快走 大师哥 哥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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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 来 走 来 把名单交出来 我放你一条生路 名单绝对不会给你的 名单我一定拿得到 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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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沙先生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让徒弟们把守通往外地的道路 就连水陆我也派人监视了 相信他们是插翅南飞 记者 千万不能大意 如果跑了一个 我会让你难堪 是 你这样一天不吃不喝的不行啊 小心饿坏了身体 可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 是凶是急也不知道 你让我出去打听打听吧 胡天和沙涛的爪牙在到处找我们 这样贸然行事很容易暴露身份 到时候就麻烦了 可是 我还是很担心哥的安全 你让我去吧 阿龙还需要你照顾 这样吧 我的人面比你广 我出去打听比较好一点 你等我的消息 阿虎哥 那你要小心啊 我会的 大夫 小心 跟我走 好 大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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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相依为命 从小你就疼我 关心我 可现在 你丢下我不管了 大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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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仇 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我们不会放过沙涛那个大坏蛋 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 哥 你们不要太伤心了 还是节安顺便吧 大夫 我一定要去祭拜我哥 不行 沙涛一定会派人开守大师哥的坟 你不能去 是啊 太危险了 那等于是洋入虎口啊 我明白了 只有除掉了沙涛之后 才能去击败 你们要记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的功夫和力量 根本比不上沙涛 我们冲动行事也于事无补 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我们从现在极苦练功夫 我就不信杀不了沙涛 虎哥说得对 从今天起 我们勤练功夫 不杀沙涛 誓不罢休 对 誓不罢休 希望你在天之灵 保佑他们吧 谷雨有云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你们要击败沙涛 必须了解他功夫的长处和短处 这样 依你们的长处 供他短处 你们才有机会去胜 对 沙涛最厉害的功夫 就是因着手回应急功 普通的拳脚 根本伤不了他分毫 沙涛毕竟是个血肉之躯 一定会有办法破他的功夫 重要的是用什么招数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 各有巧妙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学习和理解的 现在才明白 输到用时方恨少 都怪以前我们没有用心练功 你们不要气馁 要勤于思考 以医术为例 当年沈农氏是以亲身来尝试百草 创造了医术 恒心和毅力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吧 对 哥不是说过要有创意吗 那三十六计就是创意 把哥教的功夫和三十六计结合 不错 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三十六计的全招 去学的 不如自创来得无拘无束 只是我们书读得少 对三十六计的内容 一直半解 该怎么办呢 功夫我不懂 但书却读了不少 这样吧 我为你们做些注解 让你们去揣谋吧 哥 你等着 我们一定会打败沙套的 嗯 我们去哪里 好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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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你呢 你呢 呢 我呢 你呢 他呢 你呢 上 釜底抽薪 升冬即西 可爱的生活 向前进 只要独立 不闻称 闯入可及的一片天 我就是我 我要像我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别人休想云想我 成为来 照我方向 我要真心真实的我 成为来 当我命运 我要成为真正的我 来 关主 李柳都搜查过了 并没有可疑的发现 沙先生 再查查看 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 再搜 是 一定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 仔细查找 是 这只不过是一张普通的药方而已 龚东卿已经被我打伤 他一定会找大夫治伤的 以他的性格 他肯定会去找熟悉的大夫去治疗 而这个大夫必定是他的朋友 有道理 有道理 你马上去查一查 这张药方出自何人之手 只要查到了这开药方的人 就一定能够找到龚东卿他们的 藏身之所 好 马上去吧 请您放心 来 你们就待在这里 沙头四处打探你们的下楼 哦 记住 外面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们都不要出去 知道吗 大夫 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危啊 对呀 不如一起走吧 胡天眼线众多 而且已经追到这里了 他们就在外面 跑不了了 那不如一起躲在这里吧 不行 我要是不在的话 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一定要出去 打乱沙头的思路 你们一定要记住 一个人字 advertis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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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守看 观看看 什么名单 就算有 也不会给你 好 那就来受死吧 走 满天过海 顺手牵羊 浑水摸鱼 好 师兄 哥 你要保佑两位师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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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成熙 封面成熙 你算是奇迹 邪不胜正 哥 你安心吧 大师哥 我们替你报仇血恨来 我们会照顾小师妹的 你在九泉之下 不用担心 但是哥 这个锦囊是你生前托付给我的 吩咐我在你去世之后可以拆开 今天在你幕前 大仇得报 我在阿霍和师妹的见证下 我拆开你的锦囊 什么锦囊 到底是什么 大师哥写的什么 原来哥是革命党 为了保护革命党员的花名册 而招来杀身之祸 大师哥 你真了不起 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我错怪了你 大师哥一定是要我们化悲愤为力量 继承他的一致 继承他的一致 为国家 为人民出力 把这些名单 交给那些革命义士 我明白了 我去 我当然是当仁不让的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秋月 你把我和阿龙送你的手链都戴上了 你到底选择我还是阿龙 说实话 我也很想知道 现在不谈儿女私情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等着我们大家去做 我答应你们 等把花名册送到 我就会告诉你们答案 好吗 好吗 呢 我应该怎么做 我答应 Casas 那 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